中文字幕提供 警方國安處早前通緝8個逃亡海外的人 當中包括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前主席羅冠聰 之後再拘捕5人 都是香港眾志的骨幹成員 他們涉嫌運作網購平台懲罰Me 來資助羅冠聰 據警方透露 所謂黃色經濟圈 一直都是資助違反《國安法》的逃犯 簡單來說 懲罰Me的運作模式 就是收集黃店的位置 再推介給用家 每個月都會收取高昂的手續費 只要肯交錢 就會獲香港眾志承認是黃店 懲罰Me也有售賣商品 而這些得益都會資助羅冠聰在海外周圍飛過好日子 據警方的調查發現 懲罰Me幕後是一間顧問公司 最初在2020年底成立 董事是梁彥鋒 與香港眾志常委同名 相信是同一個人 他曾經因為與眾志副主席鄭家朗 賣不合規格的口罩被捕 之後棄保潛逃 梁彥鋒潛逃海外之後 由眾志另一成員李啟靖接任董事 李啟靖也是警方今次行動拘捕的五人之一 而懲罰Me近期也將版圖擴展到台灣 可能與台獨勢力有聯繫 其中一個被捕者朱恩浩 就在逃往台灣之前被警方在機場拘捕 據知警方國安處追查幕後資金來源 不排除有人用筷鋁戶口洗錢 再用迂迴途徑暗中之助羅冠聰 看看懲罰Me的所謂黃店 有些都是曾經參與反修例示威而入獄的息囚 有一間水果團購店 明顯是由反修例息囚創辦 店名就是取自關押不少反修例被捕者的勵之角收押所 他們在懲罰Me被賭破後火速宣布結業 目前警方的調查行動仍然在進行 估計未來會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